前龙是个极度自负的人 他自认为文制武功都超越前辈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自诩为实权老人 除了处理政事外 前龙最大的爱好便是写诗盖章 据相关数据统计 前龙一生所作诗词竟超过了四万余首 但诗词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而他皇帝红咒仅仅做了一首诗 便秒杀了他的全部著作 那红咒写的具体是哪首诗呢 听小编给大家慢慢道来 在介绍红咒的诗歌前 还得提及一下红咒创作此诗的背景 红咒和乾隆的父亲是雍正皇帝 而雍正皇帝上位的经历堪称血雨腥风 当时由于康熙皇帝的刻意纵容 导致九死夺敌 雍正的四爷党和印四的八爷党都得你死我活 他最终能上位也真的是运气好 所以继承皇位后 雍正便举起屠刀 对准了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们 当雍正坐稳皇位后 害怕儿子们也走上自己的老路 便创立了秘密立主制度 雍正死后 大臣们拿出遗诏奉奉乾隆为帝 按理说乾隆继承皇位名正言顺 他应该对自己的兄弟们没那么大疑心 但能当皇帝的人 哪个也不是善良之辈 虽然嘴上不说 但他心里还是防备着自己的兄弟 因为雍正子嗣不多 所以乾隆的重点关注 除了这些荒唐的举动外 红咒还写了一首诗来明智 这首诗就是金尊赢 世事无常 单金尊 卑卑台狼 醉红尘 人生难得一知己 推卑换展 画古今 在这首诗中 红咒清晰地传达出自己无异地位 只愿贪恋红尘 把酒言欢的心迹 乾隆听了很高兴 也放下了对他的戒备 因此是学家称这首诗为红咒的保密诗 而红咒虽然只流传下一首诗 但其质量却秒杀乾隆的几万首诗 为何这么说呢 看看乾隆被选入课本的诗作 飞雪就知道了 飞雪原文如下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肥肉芦花都不见 看了这兄弟俩的诗 大家知道谁水平更高了吗